大家好 今天咱们接着聊开车 大家都看到了 30Mine的限速 这一次啊 我差点没被这个speed camera给拍了 这大家伙都怕speed camera 有不怕speed camera的吗 请举手 为啥被拍了 没拍 为啥差点没被拍了呢 因为这一天呢 虽然天气很好 但是开车之前啊 忽然想起了一件不太愉快的事 所以开车的时候吧 心情挺沉重的 当路过这么醒目的一个大牌子的时候 刚路过之后 我当时晃了一下时 当时看是多少麦来了 待会可能有类似这样的经历吧 来 我现在把我当时开车的这段给放出来啊 谁能看着30麦 我当时没看着 我想要多少麦 然后正在合计呢 因为心情比较沉重嘛 在哭哭往前看 哎呦不好 有camera 哎呦 赶紧慢下来了 当时哎呦 吓够呛 觉得这 他当时当时确实没闪 但是回家之后呢 就就就合计了 到底闪没闪 或者白天不闪 然后就把这视频呢 给调出来了 回家好顿看呢 到底当时超没超过30麦 呃 当然过后了 两个星期也没开发单来 一个月没开 两个月没开 没事了 反正到目前为止吧 我还真就没吃过这个 speed camera的发单 还算挺幸运 这所以开车啊 大家还是说小心 心情不好的时候 还是开车要更小心一点 另外呢 不确认是多少 时速的时候降起来 尤其前面的车离的比较远的时候 一般来说 比如你紧跟着前面的车开 一般问题不是很大 呃 呃 除非前面那位比较疯狂 呵呵 这个东西也得有自己的判断 哎 好 这个speed camera呢 在以后的这个视频当中啊 我还会跟大家 呃 多讲一点 刚才这个speed camera 呃 一会还要重放的 刚才这个speed camera 我记得叫 呃 truevelo 这种speed camera 他是呃 靠地上的那个 有那种感应线 呃 这是也是为什么我当时没有被拍的原因 如果是那种就是说呃 激光的什么那种camera的话 那就给拍下来了 呃 你看这个地方吧 他原来呢 如果是用那个呃 google map的那个street wheel 看的话能看到地上有三条线 他后来修路了吧 这三条线就没再没有再画上去 呃 当然了 他如果法律条文还没改 你去呃 提这个意义 那你可能也许能把这发官 发单给取消了 好 呃 以后我会专门呃 就是出一集啊 呃 研究这些 呃 不同的这个camera 咱们接着来看一个 我路过的一次车祸 这个车祸当时已经发生了 呃 我只是路过而已 呃 大家伙都在等这个 红绿灯 等这红灯了 这是一个很大的woundabout 啊 我有点着急了 这一天呢 天气特别好 呃 我呢是出门办事 有 不算太着急吧 心情也挺好的 那一天 来 Gentlemen Start your engine 往外冲了 这条路呢 呃 都是 70迈的啊 先速 多好的天啊 这个大家能看到是 10月份 10月中旬 中午1点钟左右 哎 这条路很熟啊 所以开的比较快 哎 我现在呢 切到 左面这条路上来了 得亏切到这条路上来了 因为当时开的比较快嘛 哎 强着这个车 他实际上打双闪了 他如果没打双闪的话呢 这个萨萨 哎 我当时决定要停下来的时候 也是 挺急的 当时心蹦蹦直跳 因为 嗯 怕撒不住嘛 而且要做出临书决定 还要往后面看 有没有车 是不是离得很近 嗯 这个小啊 他他跳出去了 这个 我不会轻易 在这个地方下车去看这个 这种 发生的事故 什么的 嗯 因为这个本身就符合这个 安全的要求 嗯 在学车的时候也应该是 提到这一点了 接着放这个刚才这一段 在这停了 嗯 嗯 我呢 因为要是出门办事嘛 所以我看这些车都往前走呢 我也不可能在这继续停了 我也要挑头出来了 前面这个事故啊 嗯 不算是特别严重的 但是上面有一个小朋友 看 右面这个摩托车 穿的挺酷的 大家开车一定要注意点摩托车 给摩托车 骑摩托车的朋友留一条生路啊 对面那个女孩走过来 她应该是她家的亲戚吧 不大可能说 嗯 她过来看热闹 还翻山越岭呢 弄 这前面这个 都都都创掉了 不算是特别严重的一个事故 这在打电话呢 我前面这台车这老哥 得亏他打双闪了 要不然给我留下来的机会就更少了 看刚才那个小女孩吗 她妈妈还是谁 在在安抚她 这块我就要 我要吓到了 一会我要往左拐了 看前面这个 有一个桥 这种桥啊 就是说 有的时候会有这个 speed camera speed camera 1 它会临时在这 安插一个这个东西 得根据警察 一般他是非常有经验的 在哪个地方呢 他一般有一个拐弯的地方 或者是能够隐藏好的 让你事先不知道 他就是逮 他就想逮大家伙 就是这样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啊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请点击 右面 订阅我的视频 谢谢 下次下次见 下次见